像有一些課班的或是有一些真的很厲害的演員 他們是有一個方法 就是有一套衣服他可以打開穿進去 對然後把演完了脫掉了 超難 可以回答的都很善良 可以啊那善良會不同之類嗎 各自善良的點的那個讓你扎根落地的那一個基礎嗎 我覺得小潔比較不一樣的是他的成長家庭 他的話我覺得會跟我小時候最靠近 就是跟我的原生家庭 那種家庭是我相信小孩子會比較會想 比較會為大人想或是為身邊的人想 那安太和他是比較屬於理想報復性 對因為他小時候失去了這些 所以變成說他長大之後 他需要有 嗯 他想要再完成這件事情 每個人都有私心 他的私心其實是想填補這個漏洞 嗯 那 胡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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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我覺得胡勇是 裡面我覺得 最特別的一個存在 我覺得他是一個在一個 算是最完整的家庭長大 嗯 我說的那個完整並不是說 爸媽什麼都在 是 爸媽很 理想化的一種家庭 很給他空間 也給他時間 讓他自己慢慢去摸索 他是一個真的很討人喜歡的 嗯 從我看劇本我就非常喜歡 就一開始就很喜歡 對 嗯 那徐春櫃 對啊是最衰 但是好像也是最善良 他往往都是 把自己 丟在最後面 你自己就已經快 不行了 對快不行了 或很慘 他還是會去 下雨天去 嗯 那個 送便當 對是生活很沒有目標的一個人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 傷口 都是帶著 痛苦 或是一些疼痛 再慢慢的 往前 我覺得 在這四個角色裡面 他 應該是 離我最遠的 嗯 那既然你那麼遠 你要怎麼靠近他 我 嗯 這個東西是 我那時候拍的時候 一直在 思考的 一個問題 我不知道怎麼讓他成立 你自己都那麼慘了 對 你還有時間去管別人 哦 對對對 但是後來我發現說 是因為我看到 那個弟弟來的時候 呃 我的小時候 不是 是我的小時候 那個弟弟來的時候 他給我的靈感 對 對 因為我就在想說 我覺得阿偉是 一個 嗯 可能 50%已經社會化 嗯 但是我覺得他有50%是 還在 童年那一段回憶裡面 嗯 對 所以 那個小孩的狀態會 喚醒說 阿偉這個角色 呃 為什麼還保持著 這樣子的 純粹 對 純粹 對 我看到那個小孩的時候 我理解到這些東西 我覺得 許承惟有一半是活在 過去的童年時期 然後另外一半是 社會經驗的一個 累積跟 造就出來 嗯 的他 對 我覺得他有一半是 還活在過去的一個 但是 個性 還是一直持續在 嗯 甚至還保有一些 純粹 在裡面 嗯 佩如是我遇過最溫柔的導演 哇 對 嗯 就是真的很 照顧演員的導演 甚至我們 聊到很多 很多 我們自己的 想法 我們 我們有時候也不會聊說 完完全全是劇本上 嗯 有時候我們會聊 我們自己 一路走來到現在 我們是怎麼看自己 跟對方分享 嗯 所以 所以要新導演 對他其實出道跟你差不多 對 就是我們的狀況很類似 嗯 就是我也是突然 一個返校就蹦出來 嗯 然後我們 有一個疑問很相似 就是我們 對這一切感到很不可思議 但是我們就站在這裡 嗯 對 我們就是 已經在這裡工作 好像 嗯 也沒有辦法 去後退去 彌補些什麼 嗯 準備什麼 對 就是 我們就是 欸 你要相信你現在就是 就是在 拍電影 你可以做得到 那你覺得就是 這種很熱鬧的人生體驗 跟就是 把自己更推到絕境的那種 孤獨的那個環境裡面 對你來說 嗯 這樣兩邊跑已經習慣了嗎 我其實蠻 蠻習慣的 那享受嗎 嗯 嗯 一半一半吧 因為 就現階段對我來說 我覺得 拍戲 其實 嗯 我知道 當一個好演員 好像不能把他跟生活 融在一起 對 但我有時候 是 沒有 也沒有辦法 隔開 對啊 呵呵 可能一直拍 對啊 就是有時候 真的也會有 分不清楚的時候 我不敢說 我那麼厲害 我可以把它切成離開 對啊 有時候就是在 片場生活的感覺 那那個感覺 我是喜歡的 對啊 就是 我自己是蠻喜歡那種感覺 就是 每天 跟同一組人 一起工作 然後 大家都 各自的事情要忙 對啊 忙到三今半夜 然後有些人 會 會抱怨 有些人 會好心的做一些事情 就各種人都有啊 人生百態 對對對 其實就是 就是在 裡面生活 嗯 對啊 並不會說 有什麼角色 是我覺得 就是 老實說 我 我都覺得 好像可以挑戰看看 就是我不會覺得說 那是我做不到的東西 就是 我相信我只要 嘗試 可能一次做不到 兩次做不到 但有一天應該可以 做一百次總做得到吧 這個意思 對 蠻頭骨幹應該做不到 哦 好摩羯喔 好 今天謝謝 這種幸福 我值得擁有嗎 哦 好 好